期间假也将会回落 施责 好 感谢航宇从前方为我们带回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正在新加坡的会晤期间 新加坡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的充分 刚才航宇已经为大家介绍了 那么专家也表示 新加坡希望在国际上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我们来看一下 新加坡为特朗普和金正恩会晤 投入2000万新加坡员 约9600万人民币 其中有一半费用用于保安 会晤地圣陶沙岛一连五天执行交通管制 在会场圣陶沙加佩洛酒店 新加坡对会场设置严密保安措施 加佩洛酒店位于圣陶沙岛的核心位置 地势较高 周围数目茂盛 比较利于保安 会晤期间只允许有证件的车辆和人士进入 在金正恩下榻的瑞吉酒店周围 新加坡实施阶段性封路 并在门口设施了层层路障 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三天时间里 瑞吉酒店附近 一直聚集了不少新加坡市民 当地民众对于她非常好奇 在这里拍照合影 因为我希望看到车 像是在车里面的车里面 我只想看到车里面的车里面 我只想看到车里面的车里面 我也不知道这个车里面的车里面 是这个车里面的车里面的车里面 是这个车里面的车里面的车里面 是这个车里面的车里面 有在新加坡的美国人到酒店对特朗普表达支持 这次会晤有约3000名新加坡以外的记者前来报道 其中以韩国和日本记者最多 有200多名韩国记者来到新加坡 总写的投票板 中万以 зар合明系上 defense按运矩的级人日本总写 如果你不正当 日本总写に限 cr斯文化 比喻佳派表示 美国 korea也得罢了 不认为日本葦州松 Uns Beer 新加坡政府为接待国际媒体开设媒体中心,并趁机向各国记者大肆推广新加坡。 记者在媒体中心见到新加坡为会晤特制的纪念品。 有金正恩和特朗普头像的笔记本,一把印有他们肖像的扇子和水平。 这里也是媒体中心的餐厅,在这个餐厅当中的新加坡为来自各国的媒体都准备了非常丰盛的美食,其中还有不少新加坡当地的特色食物。 我们看到这里就有一家冰淇淋店,他们特别为这次的特津会准备了很特别的食物。 您好,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叫韦丽,我在这间公司叫Artist Ice Cream,所以我们这次为了特津会研发了这个新的口味,就叫泡菜冰淇淋口味。 所以我问了几个韩国媒体朋友,他们就说,这个冰淇淋连韩国都自己也是没有这个冰淇淋口味。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冰淇淋口味。 新加坡积极举办特津会,对此新加坡国际问题专家胡一山表示,新加坡希望争取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其实新加坡这几年来呢,也努力地想把自己打造成所谓亚洲的这个瑞士,那就是说新加坡成为比如说比较对立的国际上的几个方面呢, 比如说他们能够在新加坡加上这一次的特津会,举行各种的峰会啊,然后能够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啊等等。 那么新加坡当然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这个经验也蛮丰富的,每一年比如说有举办这个相当的对话会啊, 那么不时的他的这个各种的会议设施也有所改进啊等等。 所以再加上新加坡在他的外交立场上,有时候也会保持比较中立的这种形象。 所以这所有的因素加起来呢,就使到新加坡想要比如说借着这一次特津会呢,成为了亚洲的这个所谓律师。